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愛丁寶蘇社 首先歡迎大家再次來到我的頻道之中 今天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心裡很開心 開心是在於 我們終於做到一件 很有價值 很有意義的事情 是什麼呢? 就是透過大家的堅持 大家的發聲 令到香港的媒介 香港的媒體出現了一個轉變 當然要說的是星島娛樂 終於昨天 將這個訪問姜濤的影片下架 如果你有看到我上次的影片 都知道我對當時幾位記者的提問 包括他們發文的態度 語氣 以及和姜濤的互動 甚至於問問題的質素等等 我都是覺得不理想的 想不到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表達同意 也有很多朋友在影片中留言 我都是每一個留言都有看到的 而我覺得你們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不是附和我 而是用你的文字去表達你心裡的感受 以及表達你的立場 也都是跟有關的媒體說 你要停止了 你要停止了 想不到 短短的一天 星島娛樂的YouTube頻道 已經將這個影片下架了 我不知道我現在再開錄音的時候 他有沒有將影片重新上架 我猜應該機會很小 首先要去查詢一下 在星島娛樂的YouTube頻道 播放這段影片 也未必一定是代表在場的記者發文 是星島娛樂的一些記者發文 但是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沒有實質證據之前 我又不能夠一定是說一定是他的 但是至少 這個星島娛樂的YouTube頻道 就發覺似乎有問題 似乎出了這段影片之後 有些意想不到的反應 於是就在第二天 即是星期日 也將這個影片下架了 但我想說的是 大家真的能做到事情 你們透過文字 透過你們的聲音 無論是在我的頻道去表達 或者是在其他頻道去表達 甚至到星島娛樂的頻道的影片之中 去留言表達自己的感受以及想法 你們的聲音 他們是接收到了 星島娛樂的頻道的決策者明白了 於是也將這個影片下架了 你要我去猜 為何他會將這個影片下架 我不是他 我不知道 但是我姑且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第一 會不會是因為出了這段影片之後 發覺群情洶湧 不可行 整個主流的回應 都是覺得記者的態度很有問題 是很不禮貌去採訪姜濤 以至群情洶湧底下 就不得不下架 會不會是這樣 還是第二 有關影片的製作者 突然之間醒覺 郭金氏而作非 覺得原來 未必是他問這個問題 可能至少在這個平台裏 播放這段訪問的片段 就發覺 真的不太理想 於是就痛改前非 將影片下架 這是我第二個估計 第三 會不會是星島娛樂的高層 經過整件事情 帶來的嚴重性 那個影響性 於是就命令下屬 將影片下架 第四 又會不會是藝人的經理人公司 主動就事件 和星島娛樂去做跟進 希望能夠還姜濤一個公道 以至到影片下架 第五 又會不會是星島娛樂 想將影片重新剪輯 從而達到被重就輕 都有機會 但我自己認為 第六個可能性更大 第六個是甚麼呢 就是在YouTube的機制之中 一段影片 大家可以給like 同樣地 你也可以給dislike 而你在影片中 表達你喜歡 還是不喜歡 就是告訴影片創作者 就是告訴影片創作者 他們製作這段影片 是否得到大眾的認可 雖然我們現在 除非透過一些很特別的方法 或者程式 你才能夠看到那段影片 有多少 dislike 即是不喜歡 但身為一個影片創作者 你在後台的數據裡 是看到的 以我的頻道為例 有九成半以上的影片 都是有97%以上的like 但總有人是未必喜歡的 但如果一段影片中 突然之間出現了很多 dislike 反映的是甚麼 就是原來很多觀眾 都不太同意 你的影片的製作 你這個影片的內容 這就是一個訊號 就是一個訊息 給了影片創作者 發覺 真的很不同 一貫的影片 都沒有那麼誇張 突然之間 這次有這麼多 dislike 搞甚麼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可能是令到星島娛樂的高層 或者是製作人 知道原來我們 並不是沉默的一群 我們都會有我們的感受 我們的表達 我們亦都會願意 將這個立場 去告訴影片創作者 從而帶給他一些回饋 如果我們不按 dislike 很簡單 我們以後都不去看有關頻道的影片 很簡單的一件事 是吧 但like和dislike的功能 就是一個訊號 給影片製作者知道 可能是這個原因 導致星島娛樂下架 也可能是第二個原因 是甚麼 也是跟YouTube的機制有關的 就是一個report的制度 就是跟YouTube去舉報 這段的影片 覺得不合而 而不合而 當然是有很多的選項 包括可能是 對我造成滋擾 困擾 或者對其他人造成困擾 又或者有其他不當的內容等等 當你去展示了 當你按了按鈕之後 YouTube就會收到你的報告 然後就會嘗試去跟進 這段影片 是不是真的違反了一個 所謂影片社群的守則 如果是的話 這個影片就會被YouTube主動地落架 所以說到這裡 大家都應該聽到了 就是六種可能性 哪一種可能會高一點 當然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又或者覺得某一件事一定不是 但至少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雖然不能夠說實 是甚麼原因導致這個影片下架 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去說 大家的表達 大家去表達自己的立場 表達自己的觀點 冷靜地去發言 的確是一個促進 令到這個影片製作者知道 原來影片不是做甚麼都可以 在訪問過程中 不是問甚麼都可以 不是怎樣反應都可以 我只是知道這次的樂迷 選擇去發聲 而最後影片的下架 有沒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我不肯定 但我肯定是一個助言劑 一定是一個促進的作用 是不是因果關係沒有人知道 我只是知道 當一個的觀眾 看到採訪姜濤的記者 用一個這麼沒有禮貌的態度 去訪問藝人 觀眾會覺得錯愕 是會覺得不悅 是會覺得憤怒 這是很正常的感受 正如你打我我會痛 你擠我我會笑 你哄我我會開心 我看到一些對藝人不尊重的表現 我有一個不好的感受 是必然會發生的 說真的 過去的傳統智慧 經常都是 無論是教訓 粉絲也好 或者教我們做人也好 永遠都是一句說話 算了算了 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 忍一時就風平浪靜 再不然就多加一句 人家也是賺錢 你不去看便沒有東西 人家怎麼說便有得人 甚至說 記者的衰更加突顯了姜濤的好 更加突顯了姜濤的大方得體 是 但我想說的就是 不可以從那個結果 再推論整個過程 做得對不對 而是說整個採訪的過程裡面 記者是否在做一個專業的採訪 這個才是重點 我經常都說的一句說話 就是容許暴力 就是等於助長暴力 你容許罪惡 你就是助長罪惡 你容許一群 三五成群的記者 這樣去對待姜濤 對待一個藝人 等於 如果你是完全不理會 你有它 最多就不看 我想說這件事一定會繼續發生下去 但正正是因為大家願意出聲 而我們的聲音 而我們的聲音也不是 潑虎馬街的聲音 我們都是以事論事 用一個最認真的態度 最冷靜的一種思考 去和那幾位採訪的記者討論 他們的採訪 是否對姜濤來說是一個尊重的表現 即是說真的 你看到一件事不公平 不公正 不公義 大家發聲是很正常的事 也是我們必然的反應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 現在的網絡世界 已經好像很多隻眼睛 看著粉絲 最主要當然是看著姜濤 就不如不要發聲 就免得讓人誤會 如果人家誤會 那就不要了 是吧 但蘇常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你判斷一件事情是對還是不對 和有多少隻眼睛看著你是沒有關係 你發聲去保護你的偶像 為藝人爭取公平的對待 這是應該做的事 我相信只要說的是事實 是有根有據 用愛心去說誠實話 不是刻意討好大眾 相反也沒有需要那麼害怕 那麼多隻眼睛 是不是 如果假使之後 有一些有心人心懷不軌 是要斷章取義地把你的文字 去抽一兩句出來 然後對你去做攻擊 甚至是對姜濤去做攻擊 你要做的事並不是逃避 是不是 不是說 都說了 總之就不去說 總之我就不出 是不是 我想重點是什麼 是你當時按著你的良心去判斷這件事 你去選擇去說一些要說的話 你去做一些你應當做的事 我想我們行事為人 說話也好 做事也好 我們基本上對得住天地良心 其他人就算多麼想惡意加害 甚至刻意地去誤導大眾 只要我們光明磊落 行得正 站得正 就自然會問心無愧 是不是 而這次我看到 就著這個採訪 很多朋友都很積極地發言回應 終然不一定是導致影片下架的主因 我也無從判斷得到 但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你們已經很成功地 去活出自己的信念 活出自己的信念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當中你是要付代價的 當中可能會有很多不穩定性出現 當中也可能會出現一些 創意的事件 但是正正是因為 你願意活出自己的信念 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才有機會在日後得以改變 而這次的影片下架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 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件很震撼的事 我當然不是說我自己的發聲 所以導致這個影片下架 我也不會變得那麼自我 是不是 我反而是很感動 就是一班的朋友 他面對這個事情 他是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態度 甚至是把自己的立場 很勇敢地去展示 去表達自己的立場 也從而告訴某些媒體的記者 你們真的要更加慎重去處理 訪問藝人的事宜 娛樂事業 都是要有一個專業性 在裡面的 而這個 我想說 是一定一種保護偶像的表現 可能也有些身為惡意的人 又再造謠生事 就說惡堂導致影片下架等等 而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不用怕 你們的表達 是對一種價值的堅持 而這種的價值叫做什麼 這種的價值 是叫尊重 而尊重這兩個字 一定是充滿著一個普世性 以及永恆性 你努力地去堅持這種信念 亦都比世界更加多的人 見到我們這一代 這一群人 我們仍然堅守某一種信念 不是因為他是僵徒 我們才站出來支持 而是因為我們 在喜歡僵徒的時候 你正正就是採訪僵徒 我自然就要去表達 正如如果你喜歡 勾瑞強也好 許冠傑也好 或者陳奕迅也好 如果你是有留意陳奕迅的 可能你都因為見到那個訪問 你會出聲 可能會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千萬不要歸因的就是 一句說話就說 惡堂那樣 即不明原委的人 簡單的一句 所謂惡堂 隨便的一句叫做什麼 粉絲行為 偶像埋單 你這麼快地去下這句說話 只是顯示 你們是欠缺了對普世價值的理解 以及不重視 以及不尊重 說真的 這次的事件 大家實踐了你心裡 所相信的一種信念 就是 是其是 非其非 判斷一件事的正確與否 不會因為 其他的人有多大的威脅 或者 可能之後有多少 惡意抨擊的人的摘難 於是就阻止了我們 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世界已經充滿了很多很多的限制 某些情況 我們能夠改變的事情實在不多 但可以在一個我們能夠表達的範圍裡 能夠去有機會去改變日後採訪的一個記者 採訪生態的一個情況之中 我們願意去發聲 我們願意去展示自己的態度 以及立場 我覺得 大家在做一件很有意義 很有價值的事 最後一分鐘 想說的就是 宿途裡面 粉紅色的字 就是以和為貴 固然是重要 但是堅守正道 就更為重要 同意嗎? 以和為貴 都是我們傳統智慧 不要四面去樹敵 我們盡量去包容不同的人 但是包容不同的人不代表 你是要認同對方一些歪曲的價值觀 或者一些歪曲的方法 所以在堅守正道之前 以和為貴的位置 一定是排在之後的 因為唯獨是堅守正道 才能夠令到這個世界 能夠變得更美好 好 說話到此 最後 想說 大是大非面前 我們沒有一個妥協 退縮 忍釀的餘地 是沒有的 今天的分享到此 多謝你的收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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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